這兩個月時間 英文 Bosco 已經買了很多的保利天棍 多多少少上一身這個20多套 這個是保利最高尊的產品輸出 相似我們來香港目前機場快線的 角龍站附近 我們可以做一個香港直泰的 四成首期的中銀的上會 曾經的我有一個可以買市區樓的機會放在我面前 但我沒有好好珍惜 直到失去之後 我才後悔無及 如果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一定不會先買貨具 一定 Hello 大家好 我是 Bosco 歡迎收看我們的頻道 今一期為大家繼續開傳保利天棍的新鮮滾納資訊 上一期為大家介紹了在售的特價10座 以及整個區位的構造 然後今天這次要做甚麼呢 帶大家新鮮滾納看11座準備要加推的資訊 還有最新的資訊 就是11座將來會以一個無批清水樓的形式交給大家 價錢預計從88分開始計算 14500元起便可以擁有在東區這邊 屬於一片自己的住宅屋園 還有很多觀眾都問到 其實保利天棍如果真的要跟香港對比的情況下 要哪個區位才像呢 我研究來研究它 經過不少的資訊之外 我覺得會比較相似香港這邊的母池 機場快線的角龍站附近 因為我們屋園看起來豪華感覺 是絕對搭配香港母船新區九龍站附近的高端屋園 還有雙邊的高鐵輕軌站 就像我們的西九龍站一樣 以及我們這邊有食旗金融總部 也類似香港九龍那邊的一個ICC金融中心 有多猴就要多猴 除了海景之外 我們用光景這樣比喻一下之外 其他東西全部全方位都非常相似 稍後我們會上實體後幫大家看看 最新的十一座 我們在爹樓層網桌的景觀是如何的 幫大家策略一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或頻道 就訂閱給我 或把我的視頻分享 幫助更加多分享 在大灣區至於的觀眾和街坊 稍後我們實體後見 現在和大家介紹一下漢戶的概括 首先戰地約8.29萬平方 整個建築面積約有33.43萬名王 它的位置屬於我們的中山市東區長江北龍東七 我們亦都是未來的企光新成 整個屋宇美容積率有3.0 六發率達到8.35萬 開發商就是我們的保利發展控股集團 股份狡限公司 總戶數有2,300名元 車位數亦有2,010個 物館公司是我們保利的保利物業 這次幫大家開箱我們保利天鋼 這邊11座全新家推特獨凍的護形 其實護形相差不大 這也是我們的88方 和107方和118方 這三個護形 這次最主要的重點是甚麼呢 因為這次的11座 已經確定了以我們毛皮的價錢交收 毛皮價錢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價錢上會有很大的優勢 如果大家想上車的情況下 這次的機會大家就不容錯失 千萬不要走保 還有我們公司之下 也有一條龍的服務 裝修的一個公司 提供給大家一站式的解決服務 我們先說句正題 先介紹一下護形 首先是我們進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大的飄窗位 到時做一些收納 草納方面是沒問題的 正對著就是我們魚關的位置 然後我所身處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廚房這邊 一個門口的位置 大家可以見到 所有的交流標準 其實這邊可以做一個L字 半開放式的一個巴桌 去促進整個橫廳設計 5A8幅度的一個很精緻的設計理念 不過這個廚房的飄窗位置 都是全震重的 到時外面也有一個景觀 和我們通風採光方面的東西 是可以達到的 然後就走回整個客廳和餐廳這邊 一貫式的連貫的 5A8的超闊的露台 和我們廳的這個闊度 望向著整個保利天棺 日後這邊可以見到的 會所的景觀 和我們懸臨的景觀是非常不錯的 以及這個11座目前是9樓的 我們今天就特殊找到一些關係 在這裏上到7樓這邊 幫大家看看 7樓望出的景觀是如何的 所以工地這邊可能會有少少骯髒 但不礙於我們正常拍攝 以及我們這邊的露台的位置 右手邊其實是很開闊的 都市下面也是懸臨的設計 包括我們左手邊這邊 前面的88方的阻礙視野方面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好 所以望出去的景觀正覽 依然可以看到我們亞迪雷未來的 貴族學院和我們懸臨景 都是全部立的 我們轉回鏡頭 看看我們後面向這邊的區域是怎樣的 首先對於滿住很多垃圾的地方 正前方就是我們贈送一半面積的 以陽台報件 讓大家做到一個難不對留餐廳 將來的設計 因為一開始我們廁的位置會設立在這個位置 但到時可以將這個場地 把餐廳放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到一個難不對留餐廳位置 非常之不錯 又可以解鎖整個客廳這邊的靈動性 然後走到這裡 就是一間正常的廁所的位置 這間廁所雖然是向著北向來的 但可以讓自己的親朋好友居住 非常之不錯 開間2A7 信心也有3A2左右 望出去的景觀 就是未來我們體育室地公園的景觀 這個view是非常之不錯的 但有一個重點 如果選擇白樓以下 我們面前的輕軌 這個東西就會放大很多 但如果大家可以接受這個輕軌的情況下 這個戶型這個樓層 其實view是非常之不錯的 到時也會有雙層隔音玻璃的交流 也會讓大家整個分貝的感覺會減少很多 我們再留意看看 然後這邊就是正區的所有的規模 到時這邊就是走廊位置 走廊位置大約是MA2個日 然後大家所見到的兩處的地方 分別是我們的公共射手間的位置 和我們的主人房套房的一個射手間的位置 到時兩邊也是名次 全部都可以看出去 開間也有尾六尾五左右 非常之不錯 然後轉回來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第三間房 和第四間房的主人房連貫在一起 為何說107是明星會員 就是因為它的靈動性非常之強 門前的陽台部件的房間 我們可以幫助它做一個南不對勁的餐廳 和這間房也可以拆除它 因為這幅牆是可以移動的 做一個很大型的主人房 帶上一個衣帽間 就完全解決了我們107房的一個沒有衣帽間的想法 當然人口多的情況下大家也可以保留 其實儲達空間亦都可以拋壘到一般的居住使用者 可以說整個中山市區放眼出去 暫時我沒有見過比這幅107房的四房做得更優質 和這個闊度非常寬 和景觀非常不錯 和這麼好的開幕戶帶給大家的東西 和我們這邊看出去的view 全都是朝鮮南向 望著圓林 包括我們右邊這邊都很開陽 未來還可以見到寶龍的購物 即是城市景觀 和我們星期總部的城市景觀 都可以看到的 當然要說一下主人房這邊的特別之處的第二點 就是做到南不對流 107房這麼小的一個護形緊湊型的四房 還可以做到南不對流 其實是非常難的 放眼整個市區 我暫時未見到哪一個護形可以做得這麼精緻 這麼別致 以上這邊就是我們107房這邊的開箱護形示範單位的展示 和實體這邊的感受 稍後我們轉戰到88房這邊幫大家看看 0102護形又是營運的 好了 接下來幫大家開箱 就是我們即將要加推的0102護形的88房 其實這個地方目前接止現在位置 其實所有的牆身都沒有鋪光 如果有朝鮮的街坊 他們兩間一起買賣 一起打通就有大平衡的效果 我們先說回正題 首先我所見到的這個地方 就是到時將來我們的廚房位置 到時的廚房房吹也有過名窗的位置 也是不錯的 到時這邊就有一個開間3A5的客廳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因為這邊做了一個傳統樹廳的動靜分佈 以及它減少了走廊的位置 將每一間房都放大了 所以整個空間是非常充裕的 我們先看看路台景觀如何 到時這邊的座向就是向南向的 我們先去看看 因為前面這邊有一個防護欄 大家可以看到到時我們的0102護形 看著它的景觀 都是看著圓林的感覺 以及整個樓坑區都比較寬 因為前面和前面的樓對比起來 對焦起來 直線距離已經去到過100米以上的一個 整個樓盤的對比距離 所以還是比較舒適一點 相對於現在沒有前在受的10座也好 9座也好 甚至乎以坐也好 其實景觀是開揚很多 然後再說回正區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裏是入門 到時的走廊位是這裏 到時這裏是一個幅度 將近有一米一的走廊位置 到時這裏是一個公共的射手間 到時這裏的水槽位 包括我們預留的水管 全部設定好 這個廁所也是一個名設的設計 非常不錯 到時這裏看出去 就是我們118方後面的護形 其實我的左手邊 這邊就有一間我們以陽台布建 贈送一半的位置的房間 但是門口不是從次數那樣出來的 就是下樓 為什麼走到這裏捷徑 到時這裏看出去 大家可以看到 到時交流的時候 窗是不造成交流風队 到時有一個護欄 看出去的view 首先是一個不向的門口 然後拉伸柱是12座的一個屋苑 後面還可以看到少少少的城市景觀 我們最擔心輕軌 它依然會出現我們這邊 但是因為輕軌 它這邊屬於中山和中山鋪站的交接 它的時速只會每小時 每分鐘按照60的時速走 所以分配率是很低的 不用受擔心 然後向後面慢慢退 其實在我們站起的這個位置 這邊也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位置就從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到我們長身右手邊 這個位置已經是最終的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比較偏小 緊湊型 可以作為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因為景觀看出去也非常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 一向是東向這邊 然後我們主人房的門口 到時就會從這個位置進來 從這個位置進來 這個位置是L字形的 L字形之後 這邊有一個陷入式的衣帽間 放貴的地方的收納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邊就是我們主人房的整個窗台的view 包括整個感覺 包括整個空間感 全部都出來了 包括這邊的主人房 看出去的view也十分之不錯 跟我們的主老台 看出去相差不少太多 看著我們前面的八座樓 和我們最新最新最新的一座 全部都看得到 景觀非常開心 可以說是寸金寸土 東區裡面 賣到景觀開圓 目前屋苑裡面 其實是比較少見到的 和東區這樣一個富人區 大家值得擁有 和大家肯定會對比 01、02究竟會有什麼優先的策略 如果大家不介意輕軌就在旁邊 選擇01是十分之不錯 因為這邊採光、通風 一定會比旁邊的靈異好些 為什麼呢? 因為靈異旁邊會有我們107方 會以後面採光方面會差一點 但它就沒有那麼吵 也不會看得到輕軌這邊 所以01、02大致上的分布就是這樣 我們一場之隔 這邊就是02戶型 02戶型的露台 和01區別不算很大 都會看著我們坐向潮處 南向的懸臨景觀 還有留間至少100米以上的距離 然後房間佈局 應該會在這幾個地方 左、中、前、右這三個部分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除房的採光度是十分低的 因為後面有107方 遮住少許 雖然是獨棟 但還是差一點 到時這邊就是一間似我 洋海布建的房間 和我們主人房的位置 包括我們一個主人房的射手間 到時都會在這邊來的 這邊的景觀都是坐向潮南 比較安靜 到時全部裝修完之後就沒有那麼吵 對輕軌有介意的情況下 如果大家喜歡保育天空的戶型 另外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覺得輕軌都沒有什麼所謂 我們可以選擇01這邊 因為01的性價比會高很多 價錢也會高一點 這邊跟大家重申一下 因為我們最新家區的88方 會是14500元 無稀清水交流起的價錢 是十分難得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趕快找Bosco這邊 諮詢最新的情況 我們隨時去幫大家看最新的 最新的本領 我們回到手套部這邊 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稍後我們也會把118方的整個view 給大家看到 118方主要是南不對樓的一個戶型 它的正南向是望著整個圓林 非常不錯 北向會望著未來的城市景觀 以及我們的體育濕地公園 體育地塊也非常不錯 到時的城市景觀全部立了 和118方相對於兩個戶型來說 之前的兩個戶型來說 價錢會偏高一點 但可以接受的範圍 還有很多街坊 其實在這兩個月的時間 因為Bosco已經買了很多的保利天棍 多多少少這二十多套 那那二十多套 為何街坊會選擇地段呢 其實無非是因為目前中山的城隔水位 比較高一點的 以及教育資源、醫療資源 包括未來的交通資源 最豐富的就是東區 東區也是從2015年開始 霸佔了房價的榜首位置 就是東區 所以在東區裡面還可以找到 14000或16000的屋苑 其實是很少見到的 以及大發展箱的保證、收樓 包括整個圓林的設施 包括自大3000平方的這個會所 全部都是傳視這邊 唯一可指可數的屋苑 還有第二個 大家 很多街坊會選擇帶小朋友 開始逐步逐步回來這邊 做一個教育的理念 就是把自己的小朋友 推回這邊讀書 前面我們的樓盤正前方 就有一個阿丁萊的學院 這是全球排二十強的學院 還有從幼稚園到高中 15年的教育 幫大家保駕護航 這方面是一站式可以得到解決的 等於你在上面住 報行、送小朋友、讀書 接他回來 非常方便 除此之外 我們周邊的公立學校也非常不錯 華僑中學、實縣中學 包括我們東區、地下高中 全部都在我們附近 大概五分鐘可以覆蓋 也非常方便 還有 除了教育之外 很多街坊選擇這邊 無非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類似於我們香港目前的九龍站 即機場快線的地方 維多利亞港那邊 類似於ICC的金融中心 就像我們的石棋金融總部 東區經濟片區 就像我們周邊的豪宅 非常豪氣 以及作為一個新區 未來交通非常方便 因為九龍站正後面就是西九龍站 類似於我們的中山站 距離樓盤大約兩公里的時間 包括我們中山北站也是四公里 十多分鐘的時間都可以解決 換前還有一條地鐵線 18號線的延長線 按著8月24日 我們整個交通局出的最新通告 已經確定了我們未來五年時間之內 會做回這個連貫十八號線 從南沙片段回到中山 到珠海的全線貫通 分為十二個站 我們烏遠正門口的五百尾 就是一個奇江新城站 到時大家出行或去廣州 落珠海是十分之方便的 雖然說不少街坊就是看適合交通的配道 和未來的前景 才會選擇保利天棍 還有我自己也非常喜歡保利天棍 因為第一個 它是屬於保利的天字系列 這個是保利最高端的產品書籍 無論是外奈面 以及整個屋苑的設計 Lobby 的屋形 Location 的選擇 都是屬於數一數二的選擇 所以說包闊和付款方式也非常靈活 為甚麼呢?因為我們可以做一個 香港直泰四成首期的中銀上匯 以及如果大家擔心 香港有落宮 擔心二次壓力很大的情況下 我們會選擇中山手套的 20%的上車門蓋 都可以幫大家做到 所以說上車靈活 交通配道方面 以及教育資源豐富 以及整個屋苑的戶型面積選擇 亦非常之不錯 所以最終才會構成選擇保利天棍 好,我們用一點時間總結一下 11座點的特點 第一個,它屬於乘坐屋苑裡 兩棟最特殊的獨棟的起樓方式 第一,你不用跟一二單元貼在一起 通風採光有一定的保證 第二個,它是無稽交收 價錢會比以前便宜很多 據說14500便可以買到88方的屋形 15000多便可以買到107方的橫廳屋形 後期我們公司亦為大家補價烏熊 提供一站式的裝修業務 讓大家更加好地去打掛它這裏置業 所以說11座這邊的優勢便無非價錢 第二個,上車門檻又低了 還有第15個,劏風採光絕對一流 景觀屋遠88方網槌最長的樓間距離 都達到80米左右 以及至大3000方的一個會所 讓大家了88方買上車都有專享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想入手保利天君 就要趕快來回Bosco這邊 因為馬上即將假推的影片 應該是全網第一個幫大家拍到 上次實景看到的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點個like給我 或者把我的視頻分享出去 幫更多想有興趣 在大環區製的觀眾有一個很好的了解 今集節目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Bosco,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給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的樓盤資料 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